大家好 欢迎收听港理台的鹿水青山 我们AB军 今集就和大家说 进博会和很Hit的双循环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呢 因为大家听了这么多天 拜登不特别 其实也是时候再说说 这个赤子大国以外的一个 最跟我们有关系的地方 就是中央市场 其实中央市场近期都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由于这个赤子大国那边 死不断气的样子 结果呢 大家都好像少看到 其实最近在11月4日 有一样东西搞了 中央市场 我们搞了一个进博会 全名就是进口博纜会 对了 第三届 可能大家在网络旁边 都会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还要搞个进口博纜会 又小博又等等 特意要搞这个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几年前 开始我们就发现 就要更加增加这个 告暴赖赛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自从特利普上场之后 我们就不是说这个全球化 是反全球化 所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就开始要做一些事情 就是呢 出重全球化的 所以呢 进博会呢 其实就差不多可以说 依存着这个思路开始 所以呢 今次呢 大家计算一下 就是第三届 大概是两年前左右的市 没错啊 这个进博会呢 其实呢 我们今次这个进博会呢 都一波三折 那原因就是呢 本来啊 这个进博会呢 是有疫情的关系呢 所以今次进博会的 那个报名啊 和签约啊 等等那些 准备工作啊 全部呢 改由这个数码搞定啊 就是比如 云报名 云沟通 云对接 和云签约啊 还有啊 在网络上呢 做了一次露演啊 那呢 就是 早早这样呢 就在那招商 引之啊 不是引之啦 是招商啊 其他国家的人呢 过来这个中央市场那里呢 做这个进口博纜会啊 那这个筹备工作呢 是早在四月就已经开始了啦 还有啊 更加精彩的是呢 他这个进博会里面啊 有特别呢 就特别加添了一个叫做公共卫生防疫专区 嗯 就是呢 还有就专系介绍一些呢 就是医疗器械和医药保健展览的 是 哇 好厉害啊 好啦 大家留意啦 刚才B君补充非常好 就是四月开始 大家都知道啦 其实四月开始呢 我们中央市场呢 就开始控制到疫情了 那也是这样呢 我们就 亦都快马加鞭 继续呢 我们这个进博会 没有受到影响了 好啦 那我们就要看看啦 今次进博会 到了一集大大 去说了些什么呢 那我们就开始 去跟进回啦 那今次呢 我们首先呢 他的讲话内容呢 就 讲回一些已经做了的事先 就是过去一年里面发生的事 那原来呢 过去一年啦 全国外资 是的 准入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 就是中了就不能入的那些啦 由40条 减到33条 自由贸易区呢 自由贸易区呢 就由呢 这个18个啊 增加到呢 21个啊 那其中呢 还有一个呢 可能大家都有听过 但是呢 比较少理会啊 就是呢 海南自由贸易区呢 的一个建设 那有这个总体的方案啦 好啦 和大家啦 这个比较多看一点啦 就是深圳那边 进一步啊 扩大呢 这个开放改革啊 和呢 实施方案啊 等等的东西啊 当然啦 有一个啦 不能够不提的 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啊 那边啦 开始越来越啦 有一个积极的进展 那样啦 好啦 当然啦 这个呢 就是我们做了的事情啦 做了的事情 固然要提 往后 想做的事情 更加要提 那首先 第一样东西呢 就强调是什么呢 我们致力于 推进 合作共赢的 共同开放 那呢 当然啦 就是一路我们讲开的 一个呢 命运共同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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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就是 暗地里 讲讲 大家都要保持着开放啊 不要呢 就是啦 好像这个二十年代的时候 面对危机的时候啊 个个都关门了 结果呢 搞到原本可以做得到呢 这个的进出口的企业都死了啊 结果搞到 整个二十年代啊 欧洲那边很不行 再引发到 二十年代美三十年代初啊 美国的大萧条啊 当然啦 互相开放 互相做到生意 才是最正路啊 所以呢 第一点呢 就说回 要用呢 信任 而不是猜忌 攜手 而不是揮权 协商 而不是谩骂 的一个呢 各个共同利益为众啊 这样呢 保持回 加强回 开放啊 包容啊 普惠啊 平衡共赢的方向啊 另外呢 当然啦 共同开放啊 那呢 有一件事挺特别啊 说明 各尽其责 而不应该 为我独尊 选人不利己 这个笑话就是暗缝 特别 对啦 说哪个 大家自己想啊 再下一个呢 我们要致力于 推进合作共治的 共同开放 什么叫做合作共治啊 是啊 就是说不应该任由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破坏国际规则和这个国际秩序啊 而是以建设性的态度 改革全球的经济治理体系 更好啊 就推理被害啊 好了 跟着那句话 直接吹到某个大国啊 吹到他胸口应一应啊 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主义体制啊 大家都知道啦 前排啊 这个特离谱那边啊 就不批评了这个呢 WTO的法官啊 想着啊 那些仲裁啊 从此之后就不够大法官数 然后呢 搞到WTO借识了啊 和当然啊 这么多年以来啊 特离谱搞的单边主义啊 以至贸易制裁啊 多条都违反了这个世贸的规矩 远的不说近一点点关于大家市的 就是呢 香岛制造这一样东西啊 香港的香岛制造的出品 全部贴着香岛制造 其实就是呢 当年呢 WTO那里谈回来的一个特殊的地位啊 不是你赤子大角比我 也都不是呢 中央市场说做就做到的 而是经过多边协商 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开始啊 就已经谈起的一个做法来的 好了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这次说到正一正 一定要维持回这个呢 世界贸易组织 为基石的多边贸易 不是任何一个大国一个说了算啊 好了 当然了 也都要说回了 刚才B君多次说了 今次呢 所做的 不是一个呢 封闭的内循环 而是更加开放的 国内 国际的商循环 不仅仅是中国啊 自身发展需要啊 而是呢 要制造更好的 造福各国的民众啊 那最后要曬一曬 售人来了 中国十四亿人市场啊 中等收入 是 中等收入四亿人啊 好了 预计啊 未来十年啊 累计的商品进口额有多少呢 超过二十二万亿啊 这样去sale回那些人呢 去增加回来 下来这样啊 好了 也都再说一说 接到啊 今年啊 接到十月二十日啊 中国呢 很负责人啊 向一百五十个国家 和呢 七个国际组织 提供了口罩 多少个呢 B君有听过这个数字啊 A君听完之后 嚇一嚇啊 出口的口罩 是一千七八九十亿个 防护衣 十七五三亿件 还有呢 试制啊 五点四三亿人啊 的分量啊 这样啊 这样啊 那么就显示了呢 大国的风范啊 好了 接着呢 最后有四点啊 那么呢 啊 习大大就提出出来了 那第一个呢 就是呢 建设开放的新高地啊 这样啊 那其实就是说什么呢 具体一点就是呢 中国啊 将会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由贸易港 去引导的 那还有呢 会出台一些呢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就是大家都同意的负面清单啦 那也都会加强了 这个数字经济啦 互联网那边啊 也都呢 加强了呢 那个叫海格 这样的 好了 第二点啊 就是出众呢 外贸新发展啊 这个新发展是怎么样呢 哎呀 这件事就是我们最威威的地方了 就是呢 将会推动跨境电商的新业 新模式加快发展啊 这样的 好了 另外啦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那当然啦 就是这个法律系统啊 加强呢 这些保护知识产权啊 等等等等 那里着手的 最后一点呢 就是呢 深化双边 多边和区域的合作啊 那当然啦 这个呢 就是呢 更加多的一些自由贸易协定啊 推进回呢 就是区域的经济合作伙伴啊 这样去做法的 所以呢 是的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质素提供啊 其实呢 就是符合着呢 我们一直所说的双循环啊 这个双循环呢 我们要再强调一次呢 是有两种双循环的 第一种呢 就是国内内部的循环 由城市的财富 退到乡村的转移 第二个循环呢 就是要从这个 由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出口主导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 改为呢 用内需模式去达到外贸的进出口平衡啊 那其实呢 这个这样的 第二个 国内的循环呢 其实就是要帮助其他 尤其是一带一路完善的 友好国家 去发展它的经济的 没错了 还有呢 刚刚刚内循环那里有少少补充啊 A军补充两句啊 刚才呢 B军就说了 在农村啊 和城市那里 那以前呢 其实就很不幸啊 就有一些所谓的剪刀叉的 就是呢 令到农村那边呢 降低了农村那里的 产量的价格啊 然后呢 可以抬高了呢 就是呢 这个的商业啊 就是那些成品啊 那些的价格啊 那令到呢 农村那里呢 就不是那么好过的 这个呢 就是呢 大概呢 八九十年代出现的状况了 但是呢 这次习大大都说到明了 是要提高三龙 就是这个十四五的规划了 还有呢 是会 要公平的一个呢 农村呢 和商业 和城市的贸易的的 那这个呢 就补充回这个律循环呢 就是会健康一些 和呢 是对各方面呢 更加呢 是平衡的 第三个补充点啊 就是这个 关于 外贸的循环啊 那呢 过往的经济发展呢 中国的经济发展 主要是在 东岸城市的发展啊 海岸 通过海岸的 进行外贸啊 但是随着这个 一带一路的建设 尤其是这些火车的建设呢 我们的内陆城市 是更加容易将它的商品 向外进行贸易啊 那这个火车 和当然还有机场的 物流运输的技术设备 大幅提升的时候呢 就是等于可以帮助到 内陆的城市都可以快速 这样发展啊 当然啦 是的 当然啦 这个快速发展的时候 亦都是帮 亦都是加大了呢 这个 内陆城市 对于 外来商品的需求的 也是帮助到其他 欧亚大陆里面的内陆国家 有所发展的 那我们今次呢 今次呢 今次这个进博会呢 讲回进博会那里呢 那里呢 我们看到有很多 不同国家地区的领导人呢 都参加了这一次进博会 那他们是通过这个 这个发表影片 影片支持啦 那但是 你肯发表影片 支持 就是在支持这个发展 那 那呢 除了一些海边的国家 比如说是南非亚 智利 西班牙 巴布亚 新基内亚 这些海外海边国家之外呢 今次的参加了这个 这个进博会的领导人呢 还有一些内陆国家 比如说 乌兹别克 塞尔维亚 和匈牙利 这些国家 其实都是一些内陆国家 他们过往呢 就是因为 没有这个海岸线的关系呢 他们的经济发展 是比较缓慢的 但是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 欧亚大陆的 一带一路压的火车 铁路发展呢 令到这些国家的商品 可以呢 更加容易和世界接轨的 没错了 没错了 所以今次的确是一个 好像进博会一开始就说了 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还有呢 大家是双边多边的合作 才能做到这一件事的 好了 那A军这里说到差不多了 B军还有没有其他补充呢 还有一个补充的 就是呢 今次这个进博会里面 除了是国家去参与之外呢 哇 原来呢 各个全世界的龙头企业 都有份参与这个计划 参与这个进博会 简直精彩到无论 那我要讲一下 介绍一下进博会里面呢 它有六大的展区 包括就是汽车业 工业技术装备 医疗器械和医药保健 食品和农产品 服务贸易和消费品 其中啊 这个汽车馆那里 哇 厉害了 七世界七大整车集团 和世界五百强和龙头的汽车配件都的企业呢 都来这里进博会做参展的 那在工业技术方面 世界工业电器行业前十大企业 工程机械行业头六大企业 和列印行业的五大龙头呢 都在这个进博会里面 至于医疗器械和医药保健呢 哇 更厉害 全世界十大制药企业 和前十四的医疗器械企业 全部都服药的 那另外啊 这个 还有一样就是农产品 你知道大家全世界的农民 都很希望自己的农产品 可以买向全世界 帮助很多的 穷人的农民 那呢 我们这次的进博会呢 有接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一千间企业参加这个展览的 其中呢 主要呢 是 主要是一些呢 發展中国家的 那所以 整个 整个进博会呢 是可以 帮助到全世界的一些 无论是 以发展 或者是发展中的 国家的经济 耶 还有另外那两个是什么 另外那两个是 服务贸易和消费品 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都不要说那么多 我说不到那么多 所以呢 在网络旁边的朋友 记住这六个sector 是哪六个sector 汽车 工业技术装备 衣服 食品和农产品 服务贸易和消费品 所以听完之后 大家知道 未来要做些什么 等下去做这个投资那方面 大家看着这六个sector 说不定随时挖到好东西了 是的 好了 今集是这么多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